好了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五月 今天長光燦爛的日子 今天終於見到太陽了 我們 有很多事情 無論之前有多少風風雨雨 我們終會見到太陽的 也都記得當年發生過什麼事 還有最終一天 這些混蛋是會受到報應的 對於所有人都是 我們抱著這個信念 我們所謂撲街的意思是凡是所有人 人有恐怖 總之撲街就會受到懲罰 OK 記得今天沒有了Patreon的QR Code 昨天我講的這家寫字有力強 昨天開派對 清了牆之後 我們還沒撿得翻車 還沒找到 不要緊的 我盡量去搞好沒有 我們再編個章 好 記得繼續支持我們 記得按個小鈴鐺 長期訂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我們現在在邁向萬四了 記得按個訂閱鍵 拉下去按小鈴鐺 然後按全部 你就可以收到最快的資訊了 記得同樣就是Patreon 如果你想長期支持我們 可以透過月工的計劃 可以給我們台的營運 還有其實comments like and share 不可少 還有其實如果你是Patreon那裡 你不懂得搞的話 你可以直接請教這位人士的 小弟的電話就是98627332 98627332 還有可以pay me和轉數快的 在這裏多謝一位聽眾 他每個月都會有基本的支持 當Patreon那樣進去 多謝你 我回去的時候就收到了 已經服載了你 還有最重要的 都可以現場馬上試制的 可以馬上試制的 各位聽眾 很多粉絲就 不是粉絲的 就是聽眾 聽眾就可以 每一次都是即場 是按進來很快的 試制的 都很多謝 各位 那好了 回到這裏 就是所有仆街都會受到懲罰的 口業的東西 還有你做過的業在這個世界上 是大家都看到的 就好像今天這樣 天朗氣清 戴白於天下 終會有一天真相 昨天就 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23條 第一次使用了 因為很多聽眾 我們重新上次 不要以為我們吵架 不要以為是什麼 我們就是有別於那些其他的清談節目 一個人講 講完之後 你聽 你只是聽 不用想的了 你只是聽我說的 我們三個是有批判思考的 他們聽習慣了 那些就是你講完一句 然後我交給你上把和下把 然後 這裡不是的 大家來人平等 我們熱烈討論 給我